三、二、一、七、八 在隧道绝境过程中 我们平均每推进50米就要处理一个溶洞 整个隧道发现和处理的溶洞就超过了200处 另外隧道里面还有近两公里的路面是承载力很差的连土层 钢轨如果直接铺在上面就像铺在沼泽地一样 随时可能发生下沉凹陷危及行车安全 我们在隧道两公里的连土层范围内打下了1000多根砖机 砖机上再铺设结实的砝板 这些干净混泥土材质的砖机和砝板具有承载力高 承载量小的特点可以最大程度保证日后列车安全平稳运行 请不吝点赞订阅